基特资料照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已传奇求新基特Derek Jeter和纽约资本家谢尔曼 Bruce Sherman的团队去年季后接手马铃鱼 开始清仓大拍卖正中明星省钱 至今减少3600万美元的团队薪资 迈阿密新风报指出 基特团队有个金刚狼计划 首年目标就要赚6800万美元 约新台币20、2亿元 并只在未来三年都有可观的利润 电视权利经过低 马铃鱼将喊价 迈阿密新风报曝光这份金刚狼计划 包含球场门票的贩售、厂商赞助 电视转播权利经等等 该计划是基于马铃鱼将团队薪资压至9000万美元 估计马铃鱼在2019年的盈余为1000万美元 2020年为1580万美元 2021年为2200万美元 该文指出 马铃鱼的电视转播权利经是全大联盟最低 未来三个赛季的金额为1700万美元 1800万美元 2000万美金 球队与FOX的合约至2020年 基特团队想在续约时 喊出2021年电视转播权利经为5160万美元 2022年为5360万美元的目标 但根据一名接近基特的商界人士认为 合理的范围应该在4000万美元至4500万美元 马铃鱼可能会期望 一个非传统的竞争者来挑战FOX或ESPN 或许有可能是Yahoo Google或是脸书 该文分析低价格电视转播合约 是让马铃鱼过去的老板无法负担更多的团队薪资 是主要因素之一 主力求新被交易观众人数恐难增加 另外金刚狼计划最初估计2018年的观众人数会增加 但在交易国联MVP时坦顿 Giaklos Danton 高登 D. Gordon Ozuna 马修 Ozuna 交易可能会变得相当困难 马铃鱼上赛季门票收入为3000万美元 在金刚狼计划的估计下 2018年增加至3750万美元 之后两个赛季分别为4060万美元 4580万美元 报导也提到 马铃鱼上级的入座总人数为160万人 但只有82万人是买票进场 基特团队希望未来5季分别增加至110万 120万 135万 150万 165万人来购票进场看球 金刚狼计划也指出估计企业赞助收入从2017年的1910万美元增加至2018年的2400万美元 接下来三年增加至3200万美元 3780万美元 4160万美元 马铃鱼也想透过球场冠名赚取每年500万美元的赞助 基特资料照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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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特资料照 Bro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